3 2 1 请 2018中台湾农业博览会 正式启动 由苗栗县政府主办的 2018中台湾农业博览会 共七大主题馆 昨月22号到10月14号 在苗栗县立体育场旁盛大登场 今天我们苗栗县18个乡镇 也有10个乡镇 是属于精致农业旗 一一可以在这地方展示看得到 那借这个机会 是推广我们台中市的 释迦花博博览会 那个15是差不多剩下500只而已 展示我们台中最主要的农产品 那我们品味南斗馆里面 我们的主要主题就是 以南斗县的这个六大主题 就是茶、酒、花、竹、梅 加上咖啡 以及我们的农友地图 来做一个整体上的一个包装跟呈现 走进来之前 映入眼帘看到的就是 长得很像鹿角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鹿角林枝 同时也是我们彰化地区 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业出产品之一 随途保持的农村兵分馆 主要是希望能够介绍 我们的草哥草妹的一天 因为青农朋友们都会从我们的 早上5点就去田里面工作 做一些友善啊 还有一些相关的生态的保育的工作 中农博农机馆的希望说透过这个展览 让民众来更接受一些小型农机 省工农机 尤其现在包含无人机 紫保机这部分 农业委员会农业实验所来开发一套 iPlan生产履历系统 它在田里面做的事情都可以上传到云端系统里面 是以鲤山为一个概念做一个出发 设计了鲤山最基础的地景单元 2018中台湾农业博览会 在9月22日苗栗山立体育场旁 热情地揭开了序幕 以幸福农业新时尚为主轴 规划了7个展区 展现了四大县市的农业特色 以及发展成果 在开幕式中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主委林聪贤表示 透过这样的一个博览会 把中央跟地方 跟农民朋友合作的成果 一起在中秋丰收的季节 来跟大家分享 我想这是中部农博 可展现的最重要的意义 而在中农博的开幕仪式前 首先召开了中章投苗区域的 四县市治理平台首长会议 并在农委会主委林聪贤的见证下 通过了47项的新增合作提案 并签署了花博台中宣言 推广花博倡议的绿色生产 自然生态以及人文生活理念 而苗栗 南投及台中县市首长 也会持续推出的重要农业活动 如中台湾农业博览会 世界茶叶博览会及台中花博 进行行销 朱尔林聪贤在开幕致辞时 特别表示 将持续与四县市治理平台 共同推动产业的升级 增加农民的收益 吸引青年返乡 达成幸福农业的目标 中部农博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呈现 我们未来有很多的具体计划 要需要各地方政府 尤其像中部四县市的这个治理平台 未来我们要让我们续产业 更有竞争力 防疫的区域联防 减少我们农产品 在农药残留大家消费者的余力 同时呢 我们要让农民的产值更高 我们的区域加工 能量都会在中部四县市 具体的生产基地 结合我们现在的政策 好好为我们农业 来做这样的一个加值 我也希望各位青年 各位还在外地 希望回乡的 我们的所有的农民朋友 回到向中部农博所展现的 幸福农村新时尚 中台湾农业博览会 活动持续到10月14号为止 欢迎大家一起前去感受 中台湾农业发展的魅力